今天應該是第五天啦 第五天七點半左右 要挖小孩子去大阪城陪著阿爸去拍美美照片 是有點辛苦的 那這次的話就是我自己去 然後再回來接孩子去京都鐵道博物館 好啦,那我出發囉,GO! 這是JR的電車 我們現在走路去新大阪JR 然後呢,再做一站到大阪站 再轉成環狀線 出發 OK,新大阪車站很大,漂亮 因為新大阪車站就是要搭新幹線的話要走這邊 好啦,我們這裡是正面口 入口處是正面口 上去啦 好吧,我們做JR 吃票了 OK,使用 我們要去往大阪 七號 八號都可以 OK,7跟8號月台 在那裡往大阪 有看到嗎 OK,搬車是8號月台 普通車是7號,快速8號 因為我們只有一站 做新快速或普通其實都可以啊 新快速來了 其實新快速跟普通都可以做啦 只是很習慣做新快速 OK,1到2月台大阪環狀線 左邊 環狀線1跟2 OK,往金橋 2 我們往金橋大阪城公園站 下一站填滿 然後櫻枝空金橋大阪大阪城公園 好啦,大阪城公園站到了 大阪城公園 出口往這邊也OK啦 來啦,出去了,出去門口 OK,大阪城公園的出口 沒問題 這有大阪城公園的紀念章啊 人家對得很好,這個章很大 蓋的完成啦,出發 天氣超好的 那大阪城公園的交通路線 就簡單分享啦